北京时间11月9日,NBA常规赛继续熬战,火箭队前往额城挑战雷霆队,两队之间颇有渊源。 前几年的季后赛里,都曾经战胜过对方,尤其是16年的季后赛,威少都得常规赛MVP,还登局局第二,结果季后赛里雷霆差点被火箭队横走,这也让人质疑威少MVP的含金亮。 而在今年夏天,雷霆队加上赛G三巨头之一的安东尼交易到了老鹰,之后,安东尼被买断加盟火箭。 雷霆为什么要放走安东尼,通过安东尼的表现来看,可以说是完全破案了。 首先来看安东尼的进攻热图,满眼都是XX,看起来就是一个学生交出了一分零分的打卷一样,唯一的一个进球,还是到了第四节一次突破篮下上篮,对手封干后,被吹干扰就得奔造。 如果对手再快了0.3秒,那安东尼就是尴尬的11投灵中了。 从安东尼的出手分布来看,安东尼大部分出手都是在三分线来,进去很少,可见安东尼三火箭就是北斗为一个定点投手来用,就和火箭队一开始招揽安东尼的初衷可谓是背道而驰。 上赛气息绝火箭为什么会输给勇士,就是因为保罗受伤以后,火箭持球手就剩哈登侯格登两人,招揽安东尼就是希望多一个持球点, 可是现在的安东尼和上赛季在雷亭的打法没什么区别,进攻全靠钉点投篮,能不能命中完全看天? 可是安东尼前14年的职业生涯,完全就没有打过这样的角色,所以在雷亭他显得非常的不适应。 如今在火箭队又遭遇同样的问题,上场20分钟出手11次殖命中一球,正负值低支负22,也就是安东尼在场的时间球队输了22分。 火箭队最终是80比98输给了雷亭,也就是输分的时间,正好是安东尼上场的时间。 这也是雷亭放弃安东尼的原因,进攻短找不到自己的节奏,没球赛手就迷茫,有球赛手势又低效,防守虽然态度积极,但是效果真的不好。 安东尼也是34岁的老将了,指望他转型成为防守大宅是不现实的。 火箭队先向安东尼,看起来是捡了个大便宜,实际上是跳进雷亭挖的大坑里了,安东尼现在真的是谁用谁知道,有苦自己知。